这是个被死神抛弃上帝眷顾的男人 上吊自杀 绳子断了 想吸汽车尾气 发动机坏了 接着又喝着52度的酱香拿铁 吞了一把安眠药 转头全兔马桶里 想露电烤焦自己 结果整栋楼都给干跳炸了 被车撞死总不会失手了吧 没想到撞他的竟是一辆救护车 光速就医 在尝试了9981次自杀后 威廉站在伦敦桥上决定再试一次 酝酿了好一会儿后 正当他即将放手之际 人生打断了他 男人似乎对他的自杀行为很感兴趣 匆匆留下一张名片 表示如果有需要 可以找他聊一聊 转身就让威廉安心做他想做的了 有些人是失去了亲人想死 有些人是失去了财富想死 而有些人是生活没有了意义 开始变得虚无才想死 但对于威廉这个倒霉蛋来说 他是全战了呀 他的父母从小就去世了 他住在一间黑暗潮湿的小破房子里 他唯一的精神寄托就是把他的自杀经历 写成小说并发表出来 这也可以看作是给世界留下了一些东西 但出版社一点也不鸟他 不出意外又收到了退稿通知 觉得他结尾写得太过黑暗了 在他们资本主义国家 不存在有这么黑暗的结尾 就给拒了 奈何威廉没有余华老师那么随意的品行 也不说自己再改改 他说你只要改光明了我们就给你发表 我说你只要能够给我发表 我从头到尾都可以给你光明 这不想死的心又来了 他想起了那张明天 结果拿出来看 那个黑衣人竟然是个杀手 威廉约了对方去一家餐馆见面 发现杀手和自己想象的不一样 竟然是个六七十岁面善的老头 老头拿出一本死亡指南 上面有各种各样的死法 威廉一眼就看上了一个豪华套餐英雄之死 按照设定他会在车祸中死去救孩子 身边有一个哭得梨花待雨的美女护士 身边吃瓜群众也会响起敬佩的掌声 这是他半辈子失败人生最渴望的情景 即获得了他人的关注 但当老人问他有多少预算时 威廉说只有两千元 老人说两千元你还想要当什么英雄 赶紧来这个无痛套餐得了吧 节假日促销卖不了吃亏 卖不了上榜 两千元包你死得透透的 这下威廉不得不选择这个套餐 谁让自己是个穷逼呢 所以他们签了合同 先把钱存到第三方账户 老人会在一周内杀死威廉 否则会全额退款 威廉回家安心等死 无聊的时候打电话给老人 问对方什么时候来杀他 通过观察老人的行动 将这一经历又加进了小说里 小说名叫死者 但这一天威廉接到电话 彻底打乱了他的求死计划 电话的另一端是出版社的编辑爱丽 他说他对威廉的自杀手稿很感兴趣 并安排威廉与老板明天在餐厅见面 这下终于有人看到了他写的东西 难得的机会 威廉立刻找到老人说 杀我这件事现在要慢慢来 老人答应了 但他转过头在纸上写下了餐厅的地点 第二天威廉准时到餐厅赴约 一眼就认出了编辑爱丽 没想到爱丽这人不仅仍美心善 更重要的是 他与威廉对待人生的态度很匹配 属于可以互相捅刀子自杀的程度 俩人谈得很是开心 但粗鲁傲慢的出版社老板 只对威廉写的东西感兴趣 觉得这个东西很有噱头可以很畅销 正好戳中当下年轻人丧气百烂的人生 但老板又搞不懂这些年轻人整天在抱怨什么 又不找找自己原因 这么多年了工资涨没涨 有没有认真工作好吧 而后继续讨论出版问题时 威廉突然看到爱丽的笔调了 所以他弯下腰捡起来 结果下一秒 老人就开始采取行动了 漂亮 他很快又补上了一枪 结果路过的服务员又帮威廉挡住了一枪 爱丽将威廉拉到桌子底下躲过危险 但老人很着急啊 因为如果这个订单不完成 他这个月的绩效也就达不到标准了 自己这个曾经的金牌杀手 被现如今的后生给按在地上摩擦 而年轻花甲的老头还不想退休 他热爱自己的工作 还想给这个国家与社会多做一份贡献 而回到家中的威廉现在有点不想死了 不光是自己的书被出版社看中 更重要的是他看中了爱丽 他向爱丽坦白说 是他雇佣了餐馆的谋杀凶手 他本来是来帮自杀的 没想到却搞出这么一条乌龙 爱丽说你傻呀 这东西也可以外包的嘛 为了出版新书 他让威廉迅速打电话取消订单 于是威廉打电话给老人 没想到铃声竟从家里传来 威廉推开卧室门 看见老人刚从窗户爬进来 嗯吴 Hello Hello How are you I'm fine And you 我叫李雷 我还叫韩妹妹呢 有屁快放 别整你的二年级口语了 威廉说他想取消订单 但老人不得不完成本月的KPI 他怎么能轻易同意呢 老人没有射中 威廉拖着爱丽跑下楼瞄准开火 结果一名交警被杀 老人气得想纳娘 这年头工作这么难的吗 连续三次亏本买卖 而杀手协会的人突然赶到 抓住老人 把他带到了会长面前 事实上会长已经建议老人退休 很长一段时间了 这次居然惹出这么大的麻烦 餐厅内的老板是别人的目标 这下老人截胡了 让他做会长的怎么跟员工交代 老头最好趁机给我退休 以免避免节外生枝 为了向老人表示敬意 他还亲自送了退休礼物 当老人看到送中时 这他哪能忍 南村群同气我老无力是吧 所以他断然拒绝退休 说他决心完成本月的KPI 并继续留在杀手行业 然后转身离开 会长别无选择 这敬酒不吃吃罚酒 不能让他毁了协会的名声 只好派出顶级杀手光头哥 偷偷解决掉老人 镜头一转 威廉和爱丽躲在了老家 午市俩厅的小别夜里 那天晚上 他们聊了一宿 发现他们的经历惊人的相似 爱丽的父母死于车祸 有无数次死亡的冲动 威廉小时候亲眼目睹父母 被钢琴砸死 他们聊得越多就越投机 所以就切到了付费频道 现在有了爱的滋润 威廉不想死了 但结果第二天一早 老人就潜入屋内 原来他调查了爱丽的资料 找到了这所房子 这次无论如何 都要把威廉送去见死神 杀手老人举起手枪 眼看就要扣扳机了 但下一秒 诺基亚的铃声响起 老人赶紧挂了电话 又举起枪 但电话又响了 爱丽说你这金牌杀手 工作时能先关机吗 太不专业了 老人接起电话是妻子打来的 他说家里被翻得乱七八糟 连老人最喜欢的两只宠物鹦鹉 都被杀了 老人可能也猜到公司 是派人去做掉自己了 但此时他的眼睛只有KPI 所以他只能先继续做生意 原来顶级杀手 光头哥也在找到了这里 还没等威廉和爱丽说完谢谢 光头哥再次举起了枪 他递过老人的枪让威廉自杀 根据公司的规章制度 光头哥必须伪造威廉先杀死老人 然后自杀 但是爱丽说按照逻辑 杀老头和自杀的枪 应该是同一把吧 光头哥听起来觉得 有那么一点道理 于是两人交换了手枪 结果就在威廉把枪口 放进嘴里的时候 老人突然从后面一刀扎了过来 原来那枪只打中了老人的耳朵 并没有杀了他 收拾完光头 他还是要继续完成任务 威廉也举起手枪与老人对峙 此时他已经完全不想死了 但老人相信威廉不会开枪 爱丽见状夺过手枪 老人不得不转动枪头 苦涩地说 如果他没有完成这个月的订单 就达不到绩效 他就会被公司强迫退休 而且他年事已高 早已不复当年 工作只是给自己人生 一个活下去的意义罢了 爱丽听完后脑子转得很快 这还不容易吗 不就是一个人头吗 让我们再起草一份合同 用光头哥代替目标 这样我们既可以完成业绩 威廉也不用死了 皆大欢喜 老人被说服了 所以现场起草了一份新合同 三人还把光头哥的尸体 扔进了盒里 和威廉一起握手告别 但老人回家后不久 杀手协会会长就上门了 他仍然要求老人收到退休礼物 体面地离开公司 但老人扔过去一份新合同 说他已经完成了业绩 并杀死了光头哥 当他知道自己的得力员工死了 会长很是生气 说今天无论如何也得给我退休 老人忍不住了 把手枪放在桌子下面 会长不甘示弱 迅速掏出手枪与之对质 现场的火药味很浓 但就在一触即发之时 老人的妻子这世走了过来 试图缓和一下 现场胶着的气氛 并向会长展示了一堆 绣着斑鸠的靠枕 自顾自解释着 上面其中一个伴侣一旦死了 另一只鸟就不会独自生活了 言外之意是如果你敢开枪 老娘也跟你拼了 然后妻子拿起会长的礼物 送到了老人面前 老人立刻明白了妻子的心意 他只好收下了礼物 这相当于默认退休的要求 会长看到后也明白了 于是拾去地离开了房子 当他离开时 妻子缓缓掏出身后的一把刀 如果刚才计划不顺利 他就会和会长拼个你死我活 有这样的发妻 何谈失去工作人生就没意义了 老人瞬间也就释然了 故事的结尾 威廉和爱丽挽着胳膊在压马路 突然威廉看到一个孩子在路上捡球 看到车就要撞过来 威廉果断冲过去把孩子推开 但他自己被撞飞了 经历了这么多死法 这对威廉来说也不是什么大事 但此刻爱人在身边 围观群众在热烈鼓掌 算是圆了威廉梦寐以求的英雄之死 俩人就这么静静躺在地上 享受着这一有意义的时刻 这部电影不难看出主角等人 陷入了一种人生虚无的状态 不管是威廉还是老头 他们或多或少都对当前人生 有极大的不满与执念 威廉在没遇上爱丽之前 是个不完全的消极虚无主义者 看透了生活的无意义和存在的荒诞 而老头作为夕阳杀手 工作给予了他极大的充实感和满足感 以至于一把年纪了还上到一线 不过随着故事的发展 矛盾的解决 威廉和老头逐步转向了一种 积极的虚无主义 即在无意义的宇宙中 创造自己生活的意义和价值观 二者都不约而同地 投向了自己最爱的人 选择与他人产生羁绊 或许也是大部分人 在这个世界上所追求的意义 人生到头来怎么活 也都是为自己而活 哪怕生活再不如意 何尝不试着去改变点什么 或许就能在黑暗的笼罩下 看到一点微弱的曙光